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刘谦 首先呢 闲话不多说 只看 橙汁 加一点 这个是会员橙汁 仔细看 接下来表演呢 闲话不用多说 手盖在上面 朋友们 今年第一个 见证奇迹的时刻 谢谢 谢谢刘谦你好 又见面了 你看从大家的掌声当中 应该感受得到我们对你的期待 对不对 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期待 那今年呢 我们还特意为刘谦制作了一个 360度的圆桌 而且从现场邀请了几位观众 坐在刘谦的前后左右 压力好大 又 最近距离的来观看他的魔术 可以说 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 我想这样就没人再说我是你的托儿了 是吗 您很在意啊 请坐 谢谢 好的 一开始的表演呢 非常的困难 让我压力很大 首先呢 是扑克牌 我们起摄像机看一下 好 想请问一下董奇小姐 你会洗牌吗 会 洗一下 尽量洗乱一点 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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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再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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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美了 好 我们看一下 经过董奇小姐的洗牌 这种整个扑克牌变得相当的混乱 好 首先呢 接下来呢 我要问一下这位先生 我旁边这位先生 你好 你好 你知道扑克牌总共有几张 五十四张 五十四张 有几种花色 四种 随便说一种 方片 请说给大家听 用话懂 用话懂 用 说一种 方片 你还好吧 你很紧张啊 他也显得很紧张啊 好的 从现在开始 表演开始 整个表演的过程呢 只有十秒钟 十秒钟的模式就结束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请现在的观众朋友呢 跟我一起倒计时十秒钟 啊 这个很难 呼 预备 开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表演结束 谢谢大家 我懂了 各位不知道在十秒钟里面 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告诉各位 短短的十秒钟里面呢 我把扑克牌分成了十叠 这不算魔术啦 啊 你说呢 这只是第一件事情 在看得见的背后呢 有看不到的地方 各位 还有一件高难度的事情 短短的十秒钟 第一叠牌是一张 第二叠牌是两张 第三叠牌 一二三三张 第四叠牌一二三四 第五叠牌一二三四五 第六叠牌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叠牌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八疊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九疊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十疊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棒 现在鼓掌还太早 我还做了一件高难度的事情 大概就十秒钟之内 你还记得你洗过牌 对 你还记得你刚刚说的一个花色是 方片 方片 各位朋友们 第一疊牌 方片 第二疊牌 方片 二 第三疊牌 方片 三 第四疊牌 方片 四 第五疊牌 方片 五 方片 六 方片 七 方片 八 方片 九 方片 十 我们现在鼓掌还太早 今天是春晚的舞台 我不可能就这个样子就上台来的 这个魔术其实号称是世界上最困难的扑克牌魔术 为什么呢 我在短短的十秒钟里面要做到很多的事情 各位 真正困难的事情从现在开始 我们已经找出了方片的一到十 对吗 各位朋友们 顺便找出来的这个叫做方片十一 方片十二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方片十三 有一张牌呢 平常玩牌我们是用不到 但是又会存在的 这个叫做广告牌 不要它 还有两张牌是用不到的 鬼牌 用不到它 重点从现在开始 朋友们 各位先生 除了方片之外 请你再说一个花色出来 任何一种花色都可以 红桃 红桃 应该一开始洗过牌对吧 这个很重要 朋友们 红桃A 下一张是红桃2 下一张是红桃3 红桃4红桃5 红桃6红桃7红桃8红桃9红桃4红桃11红桃12 红桃3不止这个样子 这边有 梅桃1 梅桃5 梅桃3 梅桃4 梅桃5 梅桃6 梅桃7 梅桃8 梅桃9 梅桃10 梅桃11 梅桃12 梅桃3 还有这边有 黑桃1 黑桃2 黑桃3 黑桃4 黑桃5 黑桃6 黑桃7 黑桃8 黑桃9 黑桃10 黑桃11 黑桃5 黑桃13 谢谢大家 太棒了 太棒了 但是是不是 现在鼓掌还太早 要不要再来一个 要不要再来一个 没有问题 朋友们 接下来这个表演呢 是我自己个人 今年我最喜欢的模式 好 好 那接下来表演之前 我再说明一下 这个原作呢 360度都有观众围着我 桌面的材质 这个 叫做有机玻璃 坚固啊 来 敲敲看 重点是中央那个部分 敲敲看 坚固 坚固 敲敲看 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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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这个桌面上面呢 我要放上这个 桌垫 然后是这个 硬币 要用到的东西呢 还有这个 一个玻璃瓦 鱼 首先呢 整个过程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有一个 我现在的 要用到的 鱼 有一个 稍微 有一个 干净的 有一个 我现在的